第三百四十二集 你谁啊 老娘还真不认识 不奉陪了 老娘还要工作呢 女孩不耐烦地说 然后转身就要走 想走 先陪虎哥我喝一杯吧 虎哥一声冷笑 猛地扑上去 双手揽着女孩的先腰 女孩一声尖叫 他涂着油彩的指甲 猛地向虎哥的脸上抓去 呃啊 猝不及防之下 虎哥的脸被抓个正着 他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女孩 又脸上三道深深的抓痕 醒目可见 臭娘们儿 竟然真的敢抓我 来人 把他给抓起来 老子今天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虎哥大怒 一挥手 身后的几名小混混 合身扑上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出租车呼啸而来 迎着那几个小混混撞了过去 几个小混混吓了一跳 这车速至少有八十脉 撞人身上不撞个腿断腰舌了吗 他们吓得连忙退 一个紧急刹车 出租车稳稳地停在了女孩的身边 袁天又打开车门怒气冲冲地骂道 月月 你干什么 我他妈的不是说让你好好读书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爸 女孩吓了一跳 刚才小太妹的形象早已荡然无存 他有些不知所措 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了 啊 爸妈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赶快滚回车里去 袁天又怒道 慢着 这是你女儿 虎哥脸色不善地走了过来 他用一张纸巾按着刚才的伤口 三道血痕已经非常的明显 他感觉到脸颊上一阵火辣辣的疼 是的 呦 这位兄弟 你的脸怎么受伤了 赶紧去医院 赶紧的 袁天又一看这些人来者不善 他连忙裴笑道 怎么伤了 你怎么不问问你的好女儿 我的脸怎么了 他妈的 老子出道以来 还从来没破过瓶 今天竟然被一个娘们儿给破了 你说说 这笔账怎么算吧 虎哥脸色不善地说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我女儿年纪还小 不懂事 所以请虎哥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要不这样 我带虎哥去医院看看 这点伤不严重的 哈哈 袁天又陪笑道 不严重 让我拿刀在他脸上划几下 看严不严重 拿刀来 虎哥大怒 虎哥大怒 他手一挥 一个小混混 马上拿着一把刀递了过来 虎哥一把抓在手里 气势汹汹地盯着袁云云 啊 不要 爸 救我 袁云云吓了一跳啊 他本能地缩到了 袁天又的身后 虎哥 虎哥 真的对不住 你看在他年纪小的份上 别跟他一般见识 这样我赔钱 我赔钱就是了 这是我晚上拉客转来的 都给你 袁天又吓了一跳啊 连忙抓住了一把钱 你他妈的是打发要饭的吗 老子是什么身份 难道会差你这点钱 虎哥一把将钱打完在地上 对对对 虎哥是有身份的人 虎哥肯定不会跟小丫头一般见识的 要怎么办 虎哥您说 第一 当然是赔钱 我的脸很值钱的好不好 一晚上至少有十七八名富婆 挣着帮我 你现在把我的脸刮花了 你让我怎么办 虎哥说着伸出两根手指道 二十万 我就当没有发声过 二二十万 袁天又吓了一跳 他只是一个开出租车的 辛苦一个月也赚不到这个树的零头 他上哪找二十万给虎哥拿去 袁天又苦笑着说 大哥能少点吗 我是穷人 穷人 好 那我就给你少点 打个对折怎么样 十万 我够一气吧 虎哥大大咧咧的 我 我实在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 虎哥 我求求你放过他吧 我请各位兄弟吃饭 海鲜 怎么样 哈哈 袁天又陪着笑说道 你他妈的以为我们是要饭的吗 虎哥照着袁天又的脑门上拍了一巴掌 你他妈的别打我爸 刘本师冲我来 袁云云大怒道 呀 有个性 真的有个性 我喜欢 我说 你拿不出钱来也没事 谁呀 你女儿抓伤了我 让她陪我一晚上 咱们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怎么样 虎哥得意洋洋的说 你他妈的 想都没想 袁天又大怒 别人可以侮辱他 但是不能侮辱他女儿和他的家人 你妈逼不要不吃抬举 把这女的带走 男的扔一边去 虎哥怒喝道 好嘞 虎哥 您多着耐会儿 嘿嘿嘿 一鸣混混尖笑着 向袁云云抓去 哎呀 这女儿正典呢 哎 虎哥 享受完之后 该兄弟们乐呵的呵 没问题 哈哈 有老大一口肉吃 少不了你们一口汤 哈哈哈哈 虎哥嚣张的笑道 你妈的 滚开 袁天又大怒 他转身抄起一块板砖 对着那混混的脑袋敲了下去 这些混蛋们 当着他的命侮辱他女儿 不能忍 那混混脑门上鲜血四溢 他目瞪口呆的转过身 指着袁天又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就软啪啪的倒在了地上 二狗 二狗 妈的打断他的腿 往死里走 虎哥大怒 他手一挥 七八名小混混就冲了上去 手中抄着板凳钢管 没头没脸的 向袁天又的身上招呼了过去 袁天又双拳难敌四手 被打得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他举起手臂拼命地护着袁云云 同时叫道 快走 云云 你快走 爸 你们住手不要到我爸 不要 袁云云尖叫着 他虽然性子泼辣 但是这些小混混呢 也不是吃素的 一时间他真的没有办法 一直在吃后香里坐着的 叶浩轩无奈地摇摇头 他推开车门 运足真气 高声喝道 都给老子住手 他的声音里鼓足了真气 震得人耳膜声他 正在拳脚乡家的一群小混混一个哆嗦 手里的家伙事不由自主地掉了一地 袁云又连忙拉着女儿退了下来 小子 你混哪儿的 嗓嗓门挺大的 让你去哭嗓真好样的 一名混混提着一根钢管 嚣张地走了上来 叶浩轩的手快速地一伸 然后马上收回 就在这短短不到一秒的时间 他一拳打在小混混的胸口 那名小混混养后飞跌了出去 他一声惨叫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了 剩下的人吃了一惊 他们几乎没有看清楚 叶浩轩的动作 但是一拳能把人打出五六米远的人 能是一般人吗 操 原来会两下子 兄弟们 不能让我们兄弟白挨打 上 虎哥吃了一惊 他手一挥 余下的小混混叫嚣着 向叶浩轩冲了过去 像这种小混混的战斗之上 其实叶浩轩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因为跟他根本不是在一个档次上的 一分钟不到解决战斗 现场只剩下虎哥一个人在那里 他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这些小弟们 他不明白 看起来有些文弱的叶浩轩 是怎么把他的这一号兄弟们 给放倒的 你 你到底是谁 虎哥结结巴巴地叫道 我只是一个小医生罢了 叶浩轩耸耍肩膀 医生 医生你妈 老子 啊 虎哥的狠话还没有放完呢 叶浩轩一手伸出 扭着小混混的手臂一扯一拉 他的右手便呈现出不正常的扭曲状 他放声惨叫 手臂上撕裂一般的疼痛 一阵阵地传来 让他愈先愈死 还要不要钱了 叶浩轩拍拍虎哥的脸问道 你 你他妈的你知道我是跟谁混的吗 有种你别走 我让我老大来教训你 虎哥咬牙切齿地叫道 哟 上面还有人 将来我看看是哪路大神 叶浩轩一点也不担心 他靠到车头上笑着 你 你等着 虎哥说着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他恭敬地说 和尚哥 您老吃了没 啊 吃了呀 我在这里遇上了一个硬点子 我 我搞不定啊 呃 呃 呃 我受点委屈 没关系 我是怕传出去 会坠了和尚哥您的威名 我在大浪逃杀呢 对对对 就是那里 拿出电话说了一同虎哥 便把手机挂断 他一脸冷笑地顶着叶浩轩 似乎他的考山已经赶来了 把叶浩轩猛揍了一顿 五分钟不到 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 车上一名穿着黑色风衣 带着黑亮头盔的人走了过来 呃 五哥哭丧着脸 如同看到救星一样地扑了过去 奇料内和尚哥一点也不买他的账 一巴掌拍在他的脑袋上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这是我们的老板 老 老板 不仅是虎哥 就连叶浩轩三人也是微微地一惊 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那个叫和尚哥的才把头盔拿了下来 叶浩轩一看哑然失笑啊 原来这祸口中的和尚哥 竟然是孤狼 嘿嘿 老板 这小子欠教训了 孤狼咧嘴一笑 我说 你是不是最近玩黑玩上瘾呢 怎么到处收小弟 叶浩轩无语地说 这是大哥的意思 他说 把我们附近的小混混全部清理了 让他们改邪归正 不过我们附近的清理完了 我没事做 顺道往其他的地方发展发展 嘿嘿嘿 孤狼咧嘴一笑道 那就管教得好点 别没事整天的泡巴泡妹妹 叶浩轩郁闷地说 他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竟然多了这么多小弟 呃 老板 这有点难 像他们这种混混 是杜绝不了的 就像是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 很快又会长出来一茬 我只能让他们少做恶事 孤狼道 那好 随你吧 不过以后约束严点 再让我见到七男霸女的 我直接打断第五条腿 叶浩轩严肃地说 嘿嘿嘿 老板 我知道了 孤狼咧嘴一笑转身 拍了吓傻在当场的虎哥一巴掌 听见了没有 你敢再这样胡来 老板不打断你五条腿 我也要打断你的第五条腿 知道 对不起 老板 对不起 虎哥是彻底地被吓傻了 孤狼的来历他不清楚 但是这货和这几个人 一看就知道 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前段时间闯入他的地盘 以区区的三人之力 硬是把跟他在一起 混得几十号人挑了 绑起来吊打一顿 逼他们从良 那因为对方太强了 所以虎哥就带着 这么一帮小弟偷奔 只是没想到 叶浩轩竟然是 这些家伙的老板 连小弟都这么凶残 那老板应该 凶残到什么程度呢 滚吧 叶浩轩不耐烦地挥挥手 这虎哥连自己的小弟也顾不上 连滚带爬的跑了 让他的小弟们 纷纷破口大骂 说这家伙不讲义气 孤狼走上前 一人屁股上踢了一脚 这些家伙们这才一个个 老老实实地滚走了 爸 你没事吧 直到这些混混全部离开 袁云云 才扶起 被揍得直咧嘴的袁天佑 没事 我没事也会被你给气出事来 袁天佑瞪着他 恨铁不成钢地说 你说你不好好读书 成天混在这些地方 你是不是非要把我气死才行啊 爸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后不敢了 袁云云之前一副小太妹的形象 早已经荡然无存 她有些羞愧地低下头 一句话也不说 不敢了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穿得像什么 你是个女孩子 让别人看见了成河体统 还有 你来这些地方干什么 我平时给你的钱不够花吗 唉 袁云又叹道 天底下没有几个父母不心疼自己的孩子的 自己虽然不算是有钱人 但是也不是穷人 从小吃的 穿的 从没比别的孩子少过什么 她不知道女儿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爸 我 我只是想用业余的时间赚点钱 减轻你的负担 妈妈的病已经花了不少的钱了 弟弟要考大学了 我 我怕你一个人承担不了 袁云云 委屈的几乎要落下泪了 袁天又一争 她这才知道啊 自己错怪女儿了 她待了半天才叹道 唉 云月 是把错怪你了 但是你记着 你现在需要的是好好读书 养家是老子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我还不至于混到 让自己的女儿到这种地方 做喜脚妹的份上 爸 袁云云再也按捺不住 她扑到袁天又的怀里 大哭了起来 叶浩轩暗叹了一声 眼前的景象让她颇为感动 尤其是袁天又 是个男人 那句养家是老子的事情 跟你没关系 让叶浩轩对她的印象大好 虽说这伙说话有些滑头 但是不是为一个汉子 由此 叶浩轩想到华夏的医疗体系 真的是并不起 这倒不是有关部门的责任 医疗体系 其中的利益错综复杂 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改变得了的 现在普通家庭的人 如果得了一些大病 那就是倾家荡产的后果 虽然自己能力有限 帮不了太多的人 但是自己既然遇见了 就不能袖手旁观 你妻子得了什么病 或者我能帮上忙也说不定 叶浩轩淡淡地说 袁天又这才想起自己拉的客人 还在一边等着呢 他连忙道歉道 不好意思啊 让你看笑话了 刚才的事情多谢你了 我这就拉你回去 我是一个医生 平时想挂我的号很难的 你确定不让我去帮你老婆看看 叶浩轩微微笑道 你 袁天又惊疑地看着叶浩轩 虽然他相信叶浩轩是一个医生 但是他可不认为 叶浩轩的医术有多高 毕竟他的年纪 在那里摆着呢 谢谢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老婆的病不是一般的病 医生说很难治好的 哎 袁天又叹道 只要是病 我基本上都能治好 就算是癌症末期 我也能续他三五年的命 叶浩轩颇有自信地说 父女两人吃了一惊啊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赶这么大包大满的医生 袁云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他惊喜地抓着叶浩轩的手道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只要你能治好我妈的病 我嫁给你都行 袁云 你胡说什么 袁云又生气地叫了一声 呃 叶浩轩有些尴尬 这女孩子的脾气 他真摸不准 一会儿一副小太妹的泼辣形象 一会儿又是乖乖女 他淡笑道 我能治好 但是我也不需要你以身相许 我有女朋友的 兄弟 不是我说 你刚才说的话有些拖大了 你的话 估计只有玄弧军的叶医生敢这样说吧 袁天又有些不确定地说 虽说他不经常看新闻 但是平时出租车上的调频广播 也没少听啊 叶浩轩这三个字 可是没少出现在广播里 请不吝点赞